先生,上次叫那個兒子CEO套餐是不是很和味呢? 嘩,簡直是好吃到停不了口 我靜靜地告訴你,原來花別人的錢很爽的 幸好他們真的爭著來送錢給我 那我就花大一點,不會令人失望嘛 這次你又想吃些什麼呢?先生 聽說那個CEO套餐都不錯的 是私有化那個私 你知啦,我花了別人這麼多錢 就算別人不出聲,我也不好意思的 不如一次過納了它 無謂給別人不切實際的期望嘛 玩了這麼多年了,有感情的 這一招是叫做什麼名堂呢? 這一招原來有個好好聽的名字 現在的人叫做才技 好簡單的,拿別人的錢帶到自己的袋子 帶到人家都害怕了 到時就用剩下的再借多一點點 給他們一些 其實連利息都不夠的 那就可以買斷它了 我以前還以為這招是叫做掠水 哦,原來是才技 其實都不是新的招式來的了 不過真的只有你才能用得出的 認真聰明 是啊,是啊,伊莎啤拿都說我好聰明 那這個,隨便CEO套餐的主菜呢 我就要個隨便清蒸合情合理 甜品方面,我就要隨便伊莎啤你了 你吃清蒸合情合理,我怕會噓死你 你和我定啦 我就算吃人也不吐骨 怎會噓死呀 既然這樣就照你的意思 不過甜品方面 真是給不到伊莎啤梨來 因為供應商太過飄忽 已經中止合約了 沒有啤梨不要緊的 不如吃茄吧,加下茄也很美 什麼茄?不是秋天才最甜最美的嗎? 本來就是的 不過現在的人很厲害 種到這隻品種的茄 任何天氣、任何土質都生長得既貌性又好吃 現在全世界都流行吃這隻茄的了 真是?這隻什麼茄那麼厲害呀? 知不是厚顏無恥咯? Excellent!我一於就要清蒸合情合理 和厚顏無恥咯 謝謝 無謂罵罵飯飯 食食飯 詩詩單單 MING PAO CANADA